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心还是有两种发心 一个是出离心 一个是出离心 这个两种是我们学佛修行中正确的发心 所以发心还有正确的发心和非正确的发心 非正确的发心 那就会把我们倒向环福心 比如说你发的是贪心 嗔恨心 我慢心 嫉妒心 其实你也是在发心 但是这是不正确的发心 正确的发心 就是出离心 这两种发心 能够把我们倒向解脱和成佛 这两种发心 能够把我们倒向解脱和成佛 因为事实上整个佛教 最难说佛教有三大语气 这个战传 南传 汉传 然后有众多的宗派 什么格鲁 宁玛 嘎吉 沙迦 我们汉传有天台 华言 唯食 山润 立宗 净土 禅宗 密宗 这么多 但是所有的这些法门 它都不外乎就是解脱道和屠杀道 都不外乎是解脱道和屠杀道 也就是所有的法门 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两种修行的途径上 要不就是你走的就是解脱道 要不你走的就是屠杀道 我们说大乘比较偏向于屠杀道 我们说小乘比较偏向于解脱道 那这个两种道 初离心就是解脱道的基础 菩提心就是屠杀道的基础 如果你要解脱 你想要解脱 那时候你一定要发初离心 一定要发初离心 什么叫初离心呢 就是我希望解脱嘛 我要初离嘛 其实这个是一种非常平常的心理 就像我要干什么 比如我要出家 我要上研究所 如果你们想一想 如果你们没有这种心球 没有这样一种想你的心球 你们会出家吗 你们能够到这里来读书吗 其实每一个人要从四处里面走出来 都不是很容易的 可是为什么呢 其实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并不少 想要出家 或者想要到这里读书的 想要上佛街读书的人并不少 并不带常书啊 可是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做得到 有的人做不到呢 当然除了客观的因缘以外呀 跟个人主观的这种希求的心啊 也是有关系的 有的人这种希求的心特别的强烈 也就是他的这种希求的意念 很强烈 那么他就会过一切的去做 有的人可能他这个希求心一点都不强烈 他甚至还有更多 比他的这种希求心更强烈的心 那么他自然就不会 他自然就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在修行中 一个人的这种意念力是很重要 意念的力量 所以出离心还有强烈的出离心 还是普通的出离心 同样一种心 他的力量有大小 有强弱 强和弱是不一样的 他对你的修行 所能够产生的影响 他就不一样 甚至是有自观重要 自观重要 所以从解脱道的角度来说 你就是要发出离心 出离心 当然从表面上来说 他主要出离的是环境 出离的是轮回 出离的是三叶 但从十字上来说 出离的是什么呢 我们三叶学道士 讲看出离什么 出离的就是货和业 其实最本质的就是货和业的两种东西 因为导致我们不解脱 导致我们不能出离的就是货和业 所以真正你要是从这个货和业里边走出来的 那你就是解脱了 所以解脱就是出离的结果 解脱道就是出离心的完成 从出离心发起到出离的完成 那么出离心的完成呢 他就是要靠一个是借 一个是要靠正见 你要先要止息 止息万流 然后用这个正见的把这些潜在的万流再彻底 所谓万流是什么呢 万流的十字是什么 还说货业 就是借你把这个万流给止下来 不要让它乱透 然后再用正见把这些万流再弃掉 然后最后你就是解脱了 其实解脱道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 你所有的修学 事实上它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解脱道的修行来说 它就要五种要素 一个是归 你对解脱道的方法要申请信心 你相信佛法 能够帮助你活的解脱 第二就是发心 有出离心 你一定要解脱 你一定想要解脱 而不是不想解脱 第三就是戒律 那么你要想解脱 那么就要用戒律来帮助你的这种 无始以来形成的这种万流万 你要让它仔细下来 否则你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心态里边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开智慧 佛的正见 你根本就不可能了 所以你先要让你用持戒 把这个万新把它平息下来 但是平息下来不等于 它就没有了 它还在 你的那些无始以来的过业 所形成的那些种子还都在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 当它平息下来之后 你就是要 要修正见 修观 你就是要有正见 有了正见之后 你要修止观 通过修止观 开智慧 开了智慧之后 你就把这些万流 事情给消除 然后你就成就来解脱 所以从解脱道的角度来说 它需要这个无核要素 那么另外呢 如果从菩萨道的角度来说 它一样也是要这个无核要素 菩萨道就是要花菩提心 关于这个菩提心的内容 这个 其实在大乘经典里边 关于对菩提心的论述 真是非常非常的多 汗流冲动 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个事情我有过去 让我们上一届的学生 他们做过 这个 烧索 整理 就是从这个 大阵仗里边 把有关菩提心的内容 他们把它烧集起来 然后分类 这个事情我们以前有做过 那在维世中里边 比如要突出的 一个是医学师理论 医学师理论里边专门有一品 叫发心品 是假 发菩提心 菩提心 它的特征 它的所言 从这个方面来 给我们介绍菩提心是怎么回事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论点 叫大臣专严经论 也有专门有一品 大臣专严经论 这一部论点 主要 它主要是你这个 医学师理论的菩萨运 这个内容为基础 专门讲 如何修取菩萨道的内容 那么其中呢 也有专门一品 就是发心品 讲 怎么发 发菩提心 为师中 我们中国的为师中的祖师 也有两部关音 也有两部论点 讲到菩提心 一个就是叫会调 这个会调是 会记 这个会记 这个大师的弟子 他写过一本 叫寸法菩提心 专门 讲菩提心 一部论 很详细 另外呢 这个会调 一个弟子叫志周 他有写过一部论 叫大臣专专业 那么其中没有专门 有一部分讲到菩提心 那么菩提心 这是大臣的根本 这是大臣的根本 也是大臣的不共法 那么作为大臣的修行 那么一定就是要发菩提心 那在菩提心之前 要不要有出离心呢 这个 就是也可能有人能 他可以直接发菩提心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 如果前面有一个出离心的基础 可能会更好 所谓出离心 生起一种出离心 然后把这一面的出离心 扩大到一切众生的身上 不仅仅是要希望带着自己出离 然后要把这一份出离的心 扩大到一切众生的身上 希望也能够带着一切众生出离 那么这个出离心 就是菩提心 就算成到菩提心 如果只想着自己一个人出离 那则是出离心 所以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两种情况 或者说从出离心为基础 然后再发菩提心 或者可以直接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在大神佛法里边 它就是根本 这是基础 同时它也惯上这整个邪法的修行 因为菩提 这个发菁 发菁是什么意思 就是希求的意思 这个希求 它包含着几个方面 比如说 因为我们意识到佛陀的伟大 能格 我们意识到佛果的功德的出胜 然后我们希望要成佛 我们希望也要成就像佛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能格的品质 那么这就是勇发心 就是勇发菩提心 我要成就无传可提 在这样一种 在这样一种提出 这就是发菩提心 那么我要想成佛 我要想成就佛所所积累的品质 那么当然我也要学习佛 菩萨在印第上 它为什么会成就这样的一种品质呢 这个品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他多深累绝的修行 那他到底怎么修行啊 他到底怎么修行 才能够最终成就这样的一种品质 但他的修行无非就是利一切众生啊 利一切众生啊 所以菩提心的修行呢 它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要成就无上佛果 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要像佛菩萨一样 利一切众生啊 利一切众生 那么作为大神菩萨道的修行 我们稍微一定要有这种新修 如果你没有这种新修的话 你没有这种愿望的话 那你就不会去修菩萨道 那你就不会去修菩萨道 所以这个是基础 当然菩提心啊 不只是一种利他的行为 同时也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所以菩提心呢 如果简单的说 它是一种自觉而又利他的行为 自觉而又利他的行为 那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菩提心呢 他的特征 他的内行 尤其是他在这个大神啊 菩萨道中的意味 那么这种菩提心呢 因为他既有利他的特点 所以菩提心 他在我们成佛的修行里边啊 其实他是帮助我们成就两种品质 其实就是悲和质 两种品质 因为菩提心是自觉而又利他的心 从自觉的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菩提心啊 能够帮助我们成就 智慧的品质 从利他的角度来说 那么菩提心啊 能够帮助我们成就 慈悲的品质 但是 如果你观世化 菩提心 是不是就能够 就能够完成这两种品质了呢 因为如果我们作为菩提心 他只是永希求 只是永愿万 从这个这种永愿的产生啊 到完成佛陀的这种 悲和质的这两种品质的成就啊 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就是要 一方面就是要 持菩萨戒 一方面呢 就是要修 空平戒 空平戒 这个是两个角啊 这是要两个方面 要同时进行 这方面 画了菩提心之后 就是要 修菩萨行 修菩萨行呢 这个菩萨行的内容呢 菩提心的菩萨行的内容呢 在为师的论典里面是非常的丰富 菩萨道理修平的次第啊 在为师的论典里面也是讲得非常详细 所以在藏盘国教里边 他们继承这个升光广行两大体系的思想 在广行的这一块 事实上他只要就是继承了维师这个系统 一些维师这个系统的 菩萨行的思想 这也说明呢 就是维师主在菩提心的菩萨行的修行上呢 他的内容的这个分布和完整性 所以发的菩提心 就是作为我们维师这个系统的修行 菩萨行之后 发心之后 就是要发心 当然发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心 除了发起念菩提心 发了念菩提心之后 还要上菩提心界 还要上菩提心界 我们在旧的同学多数都已经上过了 上了菩提心界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上菩萨界 这个也是针对我们汉藏国教的弊端 因为我们汉藏国教过去就是 大家都上了菩萨界 但是就是仅仅上了而已 我们很少有人去考虑 然后菩萨界应该怎么样修菩萨行 怎样展仰慈悲心 我们更没有去关注菩提心 所以这个菩提心界就变成这种形式 纯粹就是形式化的东西 所以就是 所以上了菩提心之后 就要上菩提心界 上菩提心界 按这个菩萨界去修行 那么通过这个菩萨界的修行的过程中 来帮助我们完成这种慈悲的品质 通过菩萨界的修行的过程中 来帮助我们完成慈悲 那么这个是菩萨道修行的 这个次第从菩提心到菩萨行 从菩萨到菩提心到菩萨行 这个基础很重要 我们过去很多的修学 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个基础 我们尽管学了很多空平间的理论 但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菩提心的基础 菩萨行的基础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所学的空平间的理论 往往就变成这种 弦谈式的东西 哲学式的东西 弦谈式的东西 因为事实上 空平间的理论 是帮助我们完成菩萨行的修行技术 你看这个整个金刚经的建造 它就是非常合理 它就是开头就能发菩提心 善男子善女人 花王来过了三道三菩提心者 迎合地度 迎合降伏其心 从花心开始 然后花心之后呢 就是大讲为老的 怎么样修故事啊 怎么样专严国土啊 怎么利益众生啊 这个菩萨 怎么样降伏其心呢 那就叫广修菩萨行 广泛的去修菩萨行 去故事 去专严国土 去利益众生 但是 你在修菩萨行 在专严国土利益过程中 在过程中啊 同时你又要有 你要具备空平间 要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没有我 都是空的 都是无所得的 不要多相 这个事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个空平间的话呢 你在故事的时候 就会有我相 有人相 有众生相 有少人相 有德 有龙有卢 那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 环弩性 所以如何从这个环弩性 环弩性里面走出来进入圣贤行 其实这个关键呢 就在于有没有空平间 不管我们是 到底是用的是什么样的空平间 当然空平间 各个中派都有自己的空平间间 比如说解剖道 有解剖道的空平间间 中官有中官的空平间间 如来但一统也有他们的空平间间 那为时中呢 是以为时建立中法 为时建立的为时中道界 它是通过这个空平正经 才能够帮助我们 从这样的一种环弩性里边 超越出来 超越出来 从环弩性里边超越出来 就是要靠空平正经 所以 在菩萨行之后 一定要通过文师清净程 通过这个文师经教 树立正经 当然这个正经 每一个人用什么样的正经 你觉得什么正经比较适合我 这个倒没有一定 可能有的人 他喜欢中官正经 有的人他可能觉得为时正经 那也有的人觉得 哎呀这个为时中官都太复杂了 我只要有一个二行的 无我正经啊 无常正经啊 我就告别了 就是每一个人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你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 和性器爱好 来选择一种证件 也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要用为时证件 当然为时证件 对于宏华是很有用的 如果你真正领会之后 对修行也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也可能 你没有能力去接受 你要看你自己 有没有能力来接受 这样的一种证件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一方面就是 我们要选择一种 什么样的证件 来帮助我们 超越世俗的心 来帮助我们解除货业 真正能够解除货业的 超越世俗心 就是证件的作用 当然这个证件 也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文师的层面 一个是心情的层面 就是一个是文师的证件 它是一种士俗的证件 还有一种初世的证件 所谓初世的证件 也就是你 你的 你的心灵内在 所具备的一种证件 一种无弱证件 那这种证件 它就是一种解脱的力量 当你一旦把这个证件 引发出来之后 你本身也就具备了解脱货业的力量 你本身也就具备了 证件这个世界的力量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具备的 但是这种证件的引发呢 它要以文师的证件为理 我们通过文师的证件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都是活在我法二子里边 我们都是活在我法二子里边 比如这个我法二子 形成的这种万流的相续 我们在这个相续里边 我们根本就是出不来的 那你现在要通过文师 认识到我们过去所知 这一切 其实都是空的 都是习惯的 都是有不可得的 我们要对这个世界 我们需要进行重新的审查 那么这个道理呢 在道次第论里面叫做观察修 观察修 你要进行重新的思考 也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通过生活 通过学习 我们对世界 我们会形成一套固定的看法 我们认为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我们有一套固定的看法 但事实上 我们的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 是属于变气所值的产物 是属于一种颠倒的 它是属于我法二职 它是建立在我职和法职的基础上 那么我们现在协定文师呢 我们通过文师经教啊 就是要对我们过去的所有的认识的东西都要重新思考 重新认识 用佛法的智慧 用佛法的这种 比如我们现在学习为师 我们就要用为师的政界 进行重新思考 对每一个认识的东西都要重新思考 当我们对它重新思考之后啊 由过去那种错误的认识形成的一种心理啊 它就会被解除掉 它就会逐步的被解除掉 所以你在思考的过程中就可以把很多粗的 把它被管掉了 因为我们的很多心理啊 错误的心理 万有啊 其实都是由 都是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形成的 所以在维师中的这个家庭道的修行 也就是叫做四种形思啊 四种形思 就是四种思维啊 就是要对明 意 自信 差别 就是对明差 对存在的事物 以及我们对这个明差的事物 因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明 一个是实 然后我们对这个明和实啊 产生这种自信界 认为它是实在的 认为它是好啊 不好啊 其实也就是便利所知啊 形成了种种错误的认识 我们要先要对它看重新思考 其实这个重新思考的一个过程啊 我们通过思考来调整我们自己的观念 我们通过思考来 如果我们通过 如果我们单纯的思考 那可能就是一种 那可能就是一种 这个哲学的行为 哲学家的行为 如果我们通过思考来达到调整自己的观念 和调整自己的心态 那就是一种禅修的行为 所以禅修 我们认为过去讲到禅修 那一定就是无分别 其实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 禅修 其实它还是要以分别为基础 只有达到最高的时候 你要弃入空性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用的才是无分别的 但是如果要把你的心 如何从这个环顾心里面调整出来 要进入这个空性的 空性的 空性的观修的时候啊 那你还是要有分别 只有当你安住在空定上 空定键上 弃入空定的观修的时候 它用的才是无分别 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直观的过程 它就是一个直观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就是作为一个修学品系 一个菩萨道的修行啊 其实呢 它就是要有这么五个方面 就是菩提心 然后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 一个是菩萨道 一个是空定界 一个是修菩萨行 一个是修利他行 修利他行就是用慈悲 一个是修空定 修空定就是修智慧 当我们把这个慈悲和智慧都修圆满了 我就成佛了 所以菩提心的结果 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无散菩提 无散菩提呢 那就是成佛啊 成佛就是成就无散菩提啊 那成佛到底成什么呢 我们过去对成佛啊 我们把它想得很抄向 或者是成佛只是对很多人来说 在他的认识上是很单独的 觉得只是一个概念 成佛嘛 这个概念 也有人觉得成佛呢 哇 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但也有人就想想的 就像身边的影场一样 对我们这些 以词的众生来说 远远都是遥不可欺缘 这都是一种不了解的结果 成佛就是要成佛的品质 成佛的品质就是两种品质 一种就是慈悲的品质 一种就是智慧的品质 就是要去完成这两种品质 其实这两种品质也就是两种心理 其实我们现在在座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慈悲的心理 我们多多少少也有智慧的心理 当然我们的智慧跟佛的智慧质量是不一样的 质量啊 质量啊 大小啊 都是不可投入而已的 是不是 我们都有 多少我们都有点悲鸣之心 但是要把这一点悲鸣之心 无限的破大 那这就是一个修菩萨道的过程 把这个有漏的智慧变成无漏的智慧 那这就是一个修止观和修空气面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 如果方法正确再加上经济的话 其实应该不是很难 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内心里面 它都具备 这个基础我们都有的 我们是可以摸得到的 是可以触及的 是可以用 如果我们有一定的残留基础之后 我们是能用得上力气的 不是用不上力气的 所以我们需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当我们修慈悲之后 慈悲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 慈悲的力量如果越来越大 称之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小 当我们修慈悲的过程中 我们立他的心如果越来越强 那么我之的心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在修这个 修这个菩提心的过程 事实上也就是战胜这种 环弧心的过程 我们在修空心腺的过程中 我们政见的力量 政治和政见的力量 都会越来越强 那我们环弧心 我们的环弧心所形成的这个心念 就是念头 这个念头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有一定的残留的基础 我们能够感觉得到 如果对一个没有残留的人来说 你现在的每一个起因重念 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切 你的整个生命 但是如果对一个空心 有一定的皮肤的人 能够用空心来做观众的人来说 他就能够感觉到 这种念头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没有力量 所以这种环弧心和 这种慈悲品质和空性的 这种品质的增长 其实它是一个持起比伏的 如果你的环弧心的力量很强的话 那么你这种正知正念 这种慈悲心 这个空性的正见的力量 那么它就会很弱了 它就会很弱 所以在菩萨道的修行 我们需要知道菩萨道的修行的中心 我们菩萨道的修行 事实上它就是围绕着 这样的两大中心 五个要素两大中心 五个要素就是 归 发心 戒律 正戒 直观 两大合心 就是悲和智 修慈悲和修智慧 你要抓住这个修大要素两大合心 你也就是抓住了 三丈舌骨点击的 精存答 那你不管你看什么精啊 你都不会乱 因为弹和经典 有任何一个宗派来修行 都不爱乎这些东西 他都离不开这些东西 所以我离开这个就不是佛法 你们说哪一个东西能够 你们能不能说 我现在修了哪一个法 或者我听到哪一个法 会离开这个五个要素 所以我感觉这个五个要素 就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一个暖店 一个系统 它可以任何一个中态的修行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运行 所以同样我们学习维持呢 我们也要围绕着这样的五个要素 两个合心 所以在我们成就这个两大合心 两大品质的过程中 一方面成就了佛菩萨的品质 一方面解除了黄呼吸 解脱环脑 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 就是成就菩提 成就菩提也就是德大自在 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对这个 维世中的体系的学习 我们就要知道 就是我们在修着这个中态的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五个要素 其实我们不管学什么中态都一样 也都要注意这个五个要素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五个要素的话 我们有可能就会偏执一端 偏执一端 那我们修平均会上不去 比如现在有的人修禅中 或者有的人修其他中态 念佛 所以很多人修不善气 或者学的人学不善气 很多学习的人落于闲堂 很多修行的人落于盘族销炼 其实都是跟在修行中 偏执一端都是有关系的 偏执一端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少先必要在认识上 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认识 对佛法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认识 我们今天在这个完整的认识之后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 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实践它 也就是落实到我们的心形上 所以佛法的重点是在我们的心 佛法的实验基地就是在我们的心 不是在别的地方 从修规一 修发心 修戒力 修正见 修止观 修规一 发心 每一种呢 它都不只是永热词 它都要通过实修 所以我们都可以通过止观来 修规一 修发心 修戒力 修正见 每一种都可以通过止观来修 那么这个修的特点就是观察修 安住修 修规无规就是 它的目标就是 就是引化我们对三宝的信心 保持对三宝的信心 那么我们每天要念三规 然后要不断地思维轮回的苦 三二道的苦 不断地思维佛菩萨的功德 引发对三宝的这种向往 依赖之心 那么这就是属于规一的心情 从对三宝的规一 申请规一之心 到保持规一之心 到最后成就三宝的品质 其实这个过程都没有离开三宝 所以这个要不断通过修平来完成 那同样花心也是一样 这个菩提心 出离心 它的升起 你要通过观察修 你要经常要观荣回苦 观三二道苦 尤其现在人最不容易生起初离心 因为现在的人 他感觉不到苦 他可以拿对他的苦的 这种疑惑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很多人他并不觉得苦 他如果不觉得苦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生起初离心 尤其现在人很自私 他更不会觉得 这个六道众生 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也不可能生起菩提心 所以你要把这个初离心 跟菩提心调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是怎么听 我们现在的心 习惯的心 就是滑顾心 就是贪生痴的心 如果按我们习惯的用心 那我们每天都在修 其实我们也每天都在修行 我们修什么行 我们修环顾行 我们每天都在修 修贪生痴的心 是不是 我们每天都在修贪生痴的心 这是我们的习惯 我们不能不觉得 我们每天 比如我们会说很多闲话 我们每天会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会中想西想 都是在这种反护心的推动下 我们在说些什么 我们在做些什么 不自觉的在说些什么 不自觉在做些什么 然后这些人所说 所做的 同时又强化了 我们固有了一种心理吸取 固有了这种习惯 不良习惯 不这样 得到强化 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 不做特别的观察修的话 我们很难把这个处理心给调动起来 如果我们不做特别的观察修的话 我们很难把这个处理心给调动起来 所以你要修处理心 你就要经常要思维 死死完不定 思维容易是苦 尤其要思维传得到的苦 你经常这样想 你每天都要这样想 每天都要这么想一遍 你这种处理心 你才会知道这个三叶不是九地之地 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安逸 这是暂时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安存 其实它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这种 这个思维 而且不是思维一天两天 你要每天都思维 你要形成一种习惯 否则的话 你就会进入你固有的心理习惯里边去 因为我们固有的习惯心理力量太强了 同样对苦尼心跟修理也是一样 你要每天要思维 怎么思维 比如说像道士必顾里面讲的 弃因果 自他相患 你要每天要做这样的思维 你要不思维的话 你这个苦尼心 你就很难地生许 所以这些观察修 从观察修 然后帮助我们活的这种 要处理解脱 要利益一些重诚的心理 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从我们根本就是 就是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一种心理 当然有的人本身就有这样的一种心理 当你这种心理在你的心理里面 它力量有多大呢 是不是力量很大呢 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 当然我们学会出家的人多少都会有 但是在我们的心理世界里面 我们的那些 团固心啊 贪生痴啊 他的念头可能要比他大一百倍一千倍 如果我们没有通过特定的呵护 他想要在我们这种出离心和福气心 你想要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啊 占领主导地位啊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花心啊 我们要好好去修 也还是要通过修指光来修 直到修到我们能够保持 天天每时每刻都能保持这种出离心啊 出离心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修行啊 也就成功了 这个这个菩提心和出离心的修行啊 也就算是成功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同样的戒必的修行也是一样 比如说每一条戒 从这个解脱戒到菩萨戒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不能杀生啊 不能偷盗啊 其实你也可以通过指光来修 为什么不能杀生 为什么不能偷盗 为什么不能邪淫 或者妄语啊 妄语啊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修啊 我们可以视为 杀生的过患 不杀生的功德 当我们 写去偷盗戒的 不偷盗戒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思维 偷盗有哪一些过患 不偷盗呢 有哪一些功德 不偷盗对我们的生命的改善 它有多大的好处 偷盗呢 对我们的生命会带来 多大的负面的影响 会给我们未来的生命啊 造成多大的痛苦 不良结果 每一条戒啊 我们都能够从这样的两个方面去思考 一个是持戒的功夫 一个是不持戒的过患 如果我们能到这样去思考之后啊 我们自然也就能够 能够安住在这种戒的修行里面 所以同样戒的修行啊 我们也可以通过 直观的方式去修行 那么正戒 正戒其他 更是可以通过直观来修行 这个从这个文师的正戒啊 到这个活的空定的正戒啊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的瓦解我法二质啊 完全就是要靠直观的力量 如果没有靠直观的力量啊 你所活的空定的正戒啊 你所活的文师的戒啊 那只是一种知识性的东西 当然对你的生命的改变会有作用 但是没有办法究竟的解决你生命的问题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这个佛法的修行啊 有一方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有两块 一块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佛法的修行啊 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 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认识 这个五大要素 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完整的认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要在这个实践上 我们需要能够一步一步的落实到实处 一步一步的落实到心情上 否则我们所学的这些佛法 就会成了子上堂地 说得半天啊 说起来宽发七堂 做起来一无四处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学习的话呢 那就是这步谈词了 那是发不来了 今天不要给大家介绍下一个整个内容 不谈不认识 也一起共得 天共 责 存过 הג 大乘 树永 鹤树 Malcolm 学祝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